政治的事有时是反反复复的 人生有它就必定蒙福 人生就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 无论路途有几年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神乐严与一喜来过 奋怒爱替你作证光 神乐严与一喜来过 神乐严与一喜来过 恩与同路人 好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很欢迎收听恩与同路人这个节目 我是贾兴秋 今天请来了两位远道由香港而来的嘉宾 认识了他们一段时间很久 但又不会特别熟 因为太远了 这次他们有些事来这里做 遇到了 聊天有些很特别的近况 所以我就邀请他们 不如上来恩与同梁和大家聊天 他们的经历 相信同心旁边可能很多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的经历 都会很有共鸣 所以也是很贴切的同路人 请他上来 先介绍他们 他们才是很年轻的夫妇 和我都是那一代 非常年轻 首先请苏浩然 你好 我是苏浩然 另外就是刘维珠 你好 他们两个都是在香港都是做传道的 传道人夫妇来的 非常年轻 他们都是我少有的朋友里面 会玩马拉松 这么健康的活动 精力非常充沛 活宝贝 那两个 在他们的服侍的教会里面 都接触很多群体 是吗 是 没错 年轻人 年轻人 小朋友 长者 積青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都很忙 两个在香港的时候都很忙 位置有时都还要去不同的周边的地方 是的 外边的地方 要出旅程的去工作 是 虽然之精力充沛活潑 但是呢 认识了浩然 特别是这位男士 都超过十年 在这段日子 大家听到他很快乐 很好的 很健康 很积极生活 比我还要积极 我觉得有时 但是想象不到他背后 已经是患了癌症十年的 一个很頑强的癌症斗士 但是呢 最近有些什么新消息 十年了 是不是已经好了 最新的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 最新的医生 我想这个词 一个稳定地扩散的词 稳定地扩散 稳定地在身体里面 这样 存在 那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现在 譬如那些療程 各样东西 暂时就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 因为他 正如医生都说 他真的是稳定的 又不想太过突然去 搞动他 所以暂时就 有他存留在我的身体里面 继续跟他一起共存活 是的 真的很难 我很难得听到一些 就是在 都叫死亡的边缘 挣扎了很多次 或者有很多时候 医生都会 在不同的阶段 待会你会分享一下 可能有些时间 他都会告诉你 不乐观 但是呢 经常都看到你很乐观 稳定地扩散 跟他共存 怎样可以这么积极 活到 还有现在 你都只是很活躍 很积极地生活 是 那这个呢 都是今天我们在访问里面 和大家聊天 聊聊他们两夫妇的心目历程 那呢 事实你就 最年轻力壮的时间 就在那儿和这个癌症搏 是 没错 那或者你先和我们说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 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有这个病 还是之前有些先少先的 其实就 说回就是 2001年 那我就因为有一次在 学校里面 学院里面 同班同学老师打球 暈了之后 暈了之后呢 就去医院做一些的 即检查 那样 到最后呢 就发现了 心脏有问题 那 要装心脏起伯器 那 那次 其实都是死过回生的了 都是 做完那个 checking呢 就是 就是心脏停顿了一段时间 停了呼吸 所有 就是身体经济停了 失禁 那 救醒 拆醒 之后呢 就医生要我装心脏起伯器 那 在这个的 装了心脏起伯器之后的复诊 那 发现呢 那个颈 左边颈 有一粒 那 那次的心脏起伯器 医生呢 就很 就是很警醒啦 发现那粒有些 就是异样啦 那 就立刻帮我 很快 那 一个礼拜 就 放了我过去 就是专科那里去检查 那 那 在各样的检查里面呢 又遇到一些好医生 好 精明的医生 那样 就找到 原来是癌症 而且是一些好 就是 在当时都是很罕有的癌症 那样 那时没有告诉你 那个癌症是什么 哪一期呢 或者 是不是很乐观 不乐观 会不会说 治愈率很高 那时的消息是怎样的 因为当时 那个情况 对这一只癌症 的掌握都不是那么多 嗯 看哪一只癌症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是怎样的 它这个叫MEN2A 是 应该是叫做内分泌 里面一些的肿瘤 是的 那么就 变成了医生 没有特别去 就是 查到 第几期 或者他都没有具体 告诉我 大概他就 就是 都安慰我 那么 他说 其实都 有一些的都可以 持续到15年 这样的 是的 就继续帮我 找出一些地方 要做手术的 就做手术 要切割的 就切割 这样 15年 如果用那时候 计算 现在大概是 都超过 11年 现在就 就是 由发现开始到 现在是11年 那如果要医生 那时候的估计 那就是有几年 是的 为什么你还可以这么快乐 我不明白 你比我快乐 是吗 是啊 你真的这么觉得 是啊 那就感谢主了 那时候结婚多久 那时候结婚了吗 结了 是的 那时候是 我们97年结婚的 换句话说 2002年 就是大概 结婚了四年多 结婚了年龄 四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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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新婚的 就是头个几年 都是叫做 很happy的 很甜蜜的 那 韦珠 听到 而且你们很年轻 那时候有什么感觉 那时候有什么感觉 因为本来 装装 就是做到很漂亮的新居 那没有 我们要由 就是几百尺的地方 接着就搬去 百多尺的地方 里面住 就是宿舍 那样 那时候我觉得 都为了神奉献了很多东西 那为什么好像 就是 读了两年神学之后 神好像说 你奉献未够 还要更多 还要更多 那我就问神 究竟你是否要我先生的生命 连这件事 我都要奉献给你 那时候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样 是的 都有很多人的疑惑 就是 信了神 一定会祝福你 那时候都算是很短的时间 那几年里面 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大新闻 在这个生命里面 是很大的消息 亦都可以令人很沮丧 因为这么年轻 说真的 心脏起伏起伏 就是那时候 都不是说 太过 就是在那时候的年纪来说 不流行这一件事 嗯 那你都算是很年轻 有这个问题 是 没多久 又说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癌症 是 那 就是比较难接受 怎么看呢 这个神是 神又 就是很残忍 很奇妙的 我想是 就是神 他预备了我们的心 就是在我们 在一年前 应该是十个月前 应该是十个月前 未发生 就是知道有癌症之前 十个月前 我们有一个高班一点的一对夫妻 那他们呢 那个先生出来侍奉了 又是侍奉了很短 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发现有癌症 嗯 那 而他这十个月里面 一直是很严重的 真的 就是医生都说 他的生命是很短暂 可能 within一年 但是他是很积极去侍奉 嗯 当我们要去看报告的 前一个星期 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大镜的时候 撞到他 是 就是那些營会 是的 他撞到他的时候 他是去探营 去探那帮帝影子们 嗯 当时他是在做化疗 整个头都干了 嗯 那他两对夫妇 在我们的面前 我觉得神呢 在那一刻呢 好像 正在回应我们 我们都问 究竟是否真的有癌症呢 这样 但是呢 神呢 他给我们的答案 就不是说 有没有 我觉得 神给我们的答案 就是说 就算有也好 你看一下这两个人 这一对夫妇呢 他们的心灵呢 仍然是这么坚强 这么勇敢去面对 今天 他保守到 这一对夫妇呢 同样都会保守我们 那 跟着我就带着 这个的信息 就 我们就去 见医生了 那医生就 就是 确诊了 就是真的有 有cancer了 今晚了 为你也许我 仗是愚昧 仗是可笑 但我确信 我得比失更多 在你我有勇气盼望 平安与喜乐 只因你爱我 我便有着更多 很多 不要紧 不要紧 这世界里的一切事 请问一下 会有一种可靠 我相等的安全感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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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着你 我已经没有遗憾 只因你已认识 我在我永远 尽美的家 留位置靠近 先问一下 这两个都是传道人 对于神 医不医一个病 或者神的恩典 是否医一个病 就是 是特别多恩典的 对某些人 怎样看有些 好像都很有贡献 那么年轻又拿走他 即是 怎样 看这个问题 我想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 特别 在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 生命本身 这个主权 就是上帝 那换句话说 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生命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都是上帝去刻意去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去度身 订造去设计 嗯 换句话说 就是说整个过程 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 你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你就借着这些事情去经历神 而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同样地都令到你身边隔离四周围的人都看得到上帝 那我想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叫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发生不同的事 不同的经历 而展现上帝自己的主权 和保守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嗯 我自己就 就是有些不同 就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很记得有牧师跟我说 他说 就是人去拜神 就是吹得被控的 我们去信神 就不是为了避开灾难 而是我们是有了神之后 可以面对不同的境况 不同的灾难 那这个呢 是给我一个好心 就是我那时是读中学的 不知为什么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这个牧师所说的东西 那在我一直的工作里面 有机会在医院里面 都是服侍一些 就是有癌病的小孩 看见他们很多的家庭 有不同的遭遇 就是有一些是 那个妈妈一边就要照顾 一个有癌病的子女 一边又要去另外一个病房 又轮到他先生都有癌病 那我又见过有传道人 他的儿子很小 有血癌 那最后都是神呢 又取走了他的生命 那我在医院里面见过很多 那个信不信的人呢 原来这个病呢 好像都好像不能够逃避到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病 你信不信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随时都会有机会 有不同的病 不是在我们掌握之内 但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就是 我们是否依靠这个神 尝不尝试呢 就是在不同的境况里面 你都去真的跟他连成一线 让他试下去帮下来 那如果就是好像你这么说 信不信都会 那条路是这样走的 那这个神 要信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信他的重要性就是 当你去经过每一样困难 就是包括是病或者不是病 你生命上都会有困难的时候 你都可以很安心去度过 很安慰地去度过 那而且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呢 其实神已经是安排了很多 就是对你有帮助的事情发生 包括有很多的朋友 弟兄姊妹 包括甚至是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原来呢 在那一刻呢 神原来安排了去帮你的 包括好像我提过 就是有一个很精明的医生 帮我找出这个病 他都好像 那次是我很深刻印象 他好像 就是经过 见到我这种情况 看一下我的封信 因为我是转戒过去 他看一下我的封信 他就好像有少少走走眉头 那样 跟着就看下我 跟着就看下我 我就是跟着这个病了 那样 那他就慢慢帮我 很细心很仔细地 那样重新帮我 就是重组一次的检查 再抽组织 啊 将那些血样板去 寄去不知道哪里厌 就是很仔细地厌 那你回看的时候 你就看见 哦 原来就是你有没有病好 什么情况好 你信神不信神好 你就看见 原来一切都是上帝在那里 刻意安排了 只不过 当时你未必知道 你照回转头 你就看到了 我们的生命二线电话号码是 416-788-3322 浩然你刚才呢 就提到说 有很多东西都是上帝会刻意安排 那都看到你在这个病的经历的过程里面 虽然神就没有安排 告诉你你一定好 那现在就只不过是 每放月下事实就可以这么说 不过很稳定地 每放月下 但是呢 你就经历到 在这个病的 在这十年里面 有很多 我安排令到你是 很平安 很安然地过 令到你今天 我都想 一会会知道多些 想问你多些 如何安排 令到你可以这么平和 这么安心 这么平安 也都真的很积极 在香港做很多事情 还跑了马拉松 一会我就会想问多些 但是呢 都想了解多些 你现在的近况 那就是 那时候就发现了 差不多超过十年前 就有这个叫做MEN2A 的一种特别的肿瘤 那中间 在这段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做些什么化疗 一些疗 还有现在去到这个阶段 事实 你是看你前面是怎么样 你望神怎么安排在你前面 是 那中间 其实这十年 十一年里面 其实都 我想大小小小的手术 都做了十一二次 那所谓大手术 都做了十一个小时的手术 短小的手术 就大概做过两三个小时的手术 那么电疗呢 就做过一次 就是一个的疗程 那就是 第一就是 就是 电到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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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烂肉 那样 那喝水就好像 就是吞玻璃那样 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 就是 当时最深刻的经历了 那样 年年做这样做手术 大手术来的 这些是 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 那样过 年年 年年去度假 年年 plan 年年 plan 入医院准备做手术 其实每一年都在 就是有一段时间 真是 每一年都在想着 今年要不需要做的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想 因为你计到数 好像一年就会做一次的了 那但是 其实 心又不想 那 那也有祈祷的 那 那 那就是 当然啦 你事已愿违啦 你好似 祈祷神又好像说 不行啊 都还是要做啊 那 那就是 真是要 很多的 就是 里面要去祈祷 去求神 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事实 那还有每一次 其实都是有个危险性的嘛 那 他试过有一次是有病发症的时候 是 就是可以很严重 就是那次是没试过这么严重 那么多次 而来 有整二十日 在医院里面 因为那个 疑状发炎 那 就没有 他每一次呢 但是神有奇怪 在他身体上面 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 给你选择啊 或者怎么样 那他每一次病呢 都好像没有其他东西 你只可以倚靠神 就是好像他那个疑状发炎的时候呢 医生都是没有药给他吃的 是说 你要等那些指数自己掉下来 那 那就是没东西做 没东西做的时候 你唯有祈祷 就是这样 那他过程里面也有肺水肿啊 那 那 每个二十日呢 是很痛苦的 还要是刚刚我们 这个结婚周年纪念呢 是在里面 我们是要特意跟医生说 可不可以请假 但是其实他不能吃东西 这个病呢 唯一就是 特性就是不能吃东西 什么都不能吃 所以进了医院二十日呢 就是瘦身疗情 他就说 是的 那 那 在里面呢 我经历到就是 有一个事件 竟然有一个晚上呢 我在那个 很多人的病房里面 我碰到 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他整家人呢 就在那个病房 围着一张床 那那个就是 她就来 就是她是瑞尼的 她的丈夫 那 那 当时她整家人呢 就是 很凄凉 因为好像 求助无悶 她都不知道 做些什么好 那她都想找 就是传道人 但是因为很危急 她都没有想过 就是找谁 她突然间呢 看到我 在她眼前出现 在于 她的一家人来说呢 就好像 就是一个天使 她没有叫到 我的 但是神就好像 叫了我去 但是其实 我自己的心里面 是很借的 就是因为 我都不敢跟她说 其实我丈夫 在另外一张床 是的 但是她就告诉我 她的丈夫 就是那晚急症入院 那她也是有癌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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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很得安慰 神告诉我 祂在这里 我想这个信息也是很强烈 祂在这里 其他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都看到有些很坚强的 但是同时也是很辛苦 因为要靠自己 自己是很有限的能力 能够去做到的东西很少 你唯有支持自己 其实人的软弱里面 我们信神的人就会看到 原来神是会一直泵气给你 然后令你可以 今天谢谢你 第二天好像泵了气之后 你又会有力量 都眼泪向心内拥 主的大爱 与我同在 练入我心怀怒 使我夜里欢乐孤歌 故唱中赞的恶故 只因是你更压我手 我变勇敢赴远方 你令我奸苦 你令我奸苦 女情中赞怒笑容 死阴之中 引你迎见光亮 宇宙即使崩溃 仍可靠着你 迷向天家里飞唱 使我夜里欢乐孤歌 高唱中赞的恶故 尽管万有消失恶改 尽管万有消失恶改 永在我心心 浩然是一个很坚强的癌症斗士 已经超过十年了 有时有时埋怨 为何你会这样 没有的 埋怨就不可以说埋怨 我想是有一些的 心情或者思想上的矛盾 为何会遇到这些事情 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应该如何反应 回应 无论回应上帝 或者无论回应这个真实的生命 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我想就是 我们无论信神 或者没有信仰的人 都是生命上有一些的困难 有病 有限制 在于我自己有信仰来说 我自己就会 就是 仍然坚持着一件事 就是 有限制地 在这个有限制地的情况里面 继续忠心侍奉神 那如何忠心侍奉神呢? 那都是我就是 就是 期望 即是 我能够坚持自己做得到的事 那包括就是 就是 尽自己的能力 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 爱人 所以我就是 不会霸佩上帝的主权 去 想 你就是 要我便什么事都没有 你 帮助我解决病 那又什么事都没有 那我又未必会这样想 我只是 是 会呢 去到 尽自己 在一刻 自己的 的 情况 去做好自己 就是你又觉得 神现在这一刻 今天给到 你 你就尽 你的所能 在这一刻就活得好他 没错 谢谢你的态度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 打电话来和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大家好 回来第二节的《恩语同路人》 今天请来一对朋友 是很开心的 他们来多人多来路过 那就有 苏浩然 和刘慧珠 大家好 是的 浩然和刘慧珠 是我都认识了一段日子的朋友 如果有听上一节的听众 就知道浩然是一个很坚强的癌症斗士 已经超过十年了 有一只很特别的肿瘤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肿瘤 不如这么说 可以可以 是吗 只可以等他自己 随时扩散一下 随时又停留一下 医生现在都没有你扶的了 是 莫问神何时拿走你 或者医你 不医你 这个就对你来说 从来没有和神有一个很重大的拗叫 没有 是否就是这一件事令你活得这么乐观 最重是跑马拉松 听说你好似还要加马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所说的就是要尽自己的本分 以及去爱人 爱人其实就是你都要去尽自己的能力 包括保持好自己的健康 你才有能力去爱人 也都保持好自己的健康 让别人不要担心 那其实你不让别人担心 其实都是一个爱的表现 健康许可的就跑多些 这个其实在我来说都是一个尽自己的限制 做好自己的本分 去表达爱 表达关心的一个事情 那接下来尽力会跑多少 跳了一级 由10K跳到上半马 只是21K 喂 主 你也会跑的 听说 是 我也会跑的 是否一起跑的 为了各人不要那么担心的时候 我就唯有落场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以他的身体状况不应该跑 就觉得他的心臟是不可以 不可以剧烈运动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叫他不要跑 但医生给不给跑的 其实是没问题的 其实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绑着他 让别人不要担心 没错 也都让我自己不要担心 他如果落场的话 是完全不是一个病人 他比很多人快 所以他陪着我跑 我跑得慢 他不会心臟有事 又说负荷不了 那些 就是完成了10K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完成了一件事 我想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就算你有自己的工作 你的家庭 其实仍然有你自己 一些人生的 应该可以有的目标 理想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生活里面 加添一些色彩 我欣赏你们这件事 就是你们很互相欣赏的 就是在这个马拉松长跑 在你们继续的爱情长跑里面 你就赞赏先生 虽然有心臟起泊气跑得 快过你 帮着你 看出来 但很坦白说 事实在这段婚姻的路里面 你是走得比他的一定 你要探望他 陪他 工作上面 甚至经济上 我相信 你要支持 所以做话太太 真的不容易 你如何自处 在这段时间 他也知道我不是太行的一个人 所以在结婚之前 我就去 不知道为什么 去一些营会 又无端端播 很久以前的一个见证 就是永不止息 一对夫妇结婚七天后 丈夫就有鼻咽癌 后来没多久 丈夫就死了 距离我们结婚 应该不够一年 看完之后 我就哭到一只猪头 我说神啊 如果我是太太 结婚七天后 就有事 我如何面对 面对不到 没有想过 这些事情 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也没有想过 我去放下工作 然后去读神学 再回到我工作的医院里面 是跟他坐着十字车的 就是那个感受 有一个去帮别人的人 他变成了病人的家属 还有在自己工作的环境里面 现在差不多年一年 每一年都很多次 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那个感受其实 都不是那么好的 本身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神 又是让到 他成为我的丈夫 都是我的福气 我会这么说 神你真的多么好 你真的多么好 心狠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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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恨的婚姻 相識相知 相共有 愛你愛我 愛夫生 保這世的生 面生浮游 我不知道其他丈夫會如何面對這種境況 但他相對比任何一個有病的人樂觀 這也是周圍他身邊的人的體驗 他那種樂觀在他每一次 我們聽到不好的報告的時候 他仍然很樂觀 就像他剛才說 他暈倒 心臟停了 那是很大的事 即是死了 只不過有人急救 他醒來 他醒來後就不能出院 他打電話給我 我也很記得 他打電話來的時候 他就說 剛才我的心臟停了 醫生因救醒我 你拿些東西來 我現在要進醫院 這樣就收了錢 那我就要去消化一下 究竟他在說什麼 後來有同學 剛剛在病房做護士 他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你先生很危急 我們整個病房的護士都在搶救他 他就是一個這麼沒事的人 即是幾大件事都好 有什麼令到你這麼鎮定 其實我也有一個想法 當然每個人都會有死亡一日 在那一剎那開始 直至到現在 我也有一個想法 其實總有一天都會發生 既然這樣 為什麼不好好地 就是正面地積極地去面對呢 使到四周圍的 就是無論家人 無論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你在生的時候 那種的歡樂 就是好過 就是憂憂愁愁地去到最後那一刻 生命結束那一刻 那我想 尤其是我們知道我們的盼望 就是在天家可以再相見 那我想 這一刻既然遲早會來 既然這樣 就積極去面對 那我想 上帝 耶穌基督他教導我們也是 就是不要將一個憂憂愁愁愁的 就是我的 面 一個表情 去讓到其他人 就是覺得不開心 覺得生活這麼困難 上帝來 就給我 有這樣的能力 去每一天 只要打開眼睛 可以去洗臉起來 已經是一個恩典的時候 那就每一個人都可以去 積極面對人生 就是因為有這個病的時候 我們更加知道 原來生命不是掌握 是自己手 所以我們會繼續在婚姻的生活中 要經常去激勵大家 搞多些笑料 開心些 還有給大家共同的目標 在他40歲的時候 其實我跟他搞了一個 小型的birthday party 通常人家做大手 70歲80歲的 40歲就做了 是的 我真的40歲 我下一個目標 希望50歲 因為我不知道前面有多少 但是大家聚在一起 去見證著神仍然保守他 我相信今天他活到今天 已經是 bonus 是一個神跡 你沒有想過 醫生的訊息給你 不會說 十幾年 說這個病會是這樣 十幾年 十五 大概 可能有些人最長 但是短則有沒有說到什麼時候 他也是說 短則可能幾年 長則十五年 或者這樣說 他最具體的數字 說出來是十五年 所以我就很深刻印象十五年 是的 你聽到數字到現在 已經跑了十一、二年了 OK 那你 接下來 你怎樣自處 我想我比較簡單 應該這麼說 就是我仍然是堅持做好每日 就是阿咪每日做好自己 就已經是不想 或者是不需要想 是不需要想將落 或者前面的日子怎樣走 不是說我自己 因為積極 或者是樂觀的性格 就給我 是那種真真正正 心境裡面的平安 我深信不是我自己 搞得到出來 不是我自己學得到出來 是真的要在這個困難裡面 這樣的經歷 我才真真地感受到 那份什麼叫做真正的平安 就是交託 我依靠上帝 你每一天 你就很安然地去面對那天的工作 《希伯來書》六章十一十二節 都提過 就是我們就是要去好好地 不要躲爛 不要怠慢 去到積極 去到忍耐 和堅持那份信心 去到跟隨上帝 就必定好像前人 就是好像我剛才提過那些 好好美好的見證 包括聖經裡面所寫過的人物 包括我們認識在現今世代的 即是代英姊妹那種的平安喜樂 但是現實在生活裡面 很多時候你都是一個被照顧者 是 但是始終心裡面 會有時候都有一些 即是不開心 即是自己是那麼軟弱的 是 相對地來說 那當然有 那即是 心裡面怎麼都是 即是有 有種有愧的心情 即是為什麼不可以好好地照顧她 但是問題 即是我怎樣去處理 又要回去了 那就是我仍然要學習 或者聖經這樣教我 我就在我這一個這樣的情境 情況 仍然在那個限制裡面去做好自己 只要我不去 即是有愧於上帝 積極做好 那我想即是太太都會明白 在香港不在香港也好 我就在家裡做好我自己 收拾好家 等等 即是收拾好家 即是太太是很喜歡的 除此之外做些什麼 拿一些提示來講 做湯水 那有時就 即是現在流行就比較 打汁 即是做那些菜汁 生果汁那類的東西 讓它可以有些新鮮的 所過 這樣 是的 那講到你說打汁那樣 我又想起 我都認識另一些人 即一知道有病 還有都不知道日子是怎樣過的時候 是很積極打汁的 真是 但就很積極這樣上網 看有什麼吃什麼 做什麼 打汁啊 不要太勞累啊 休息啊 保持開朗去旅行 那理由不是 我知道你繼續在這個工作場所裡面 都很積極這樣 還跟那些青年人又打球啊 又跑馬拉松 好像都不太疼身的 為什麼這樣呢 我想具體一點的一個例子 就是當我做完電療之後 剛剛療程最後完了那天 距離我要參與另外一個青年的營會 即一個營會 相參三天 我沒有記錯是三天 那我都想 即整條頸爛了 是啊 但真的很感恩 看到神的保守和神跡其事 那我有什麼辦法不去支持這些青少年人的營會呢 今時今日呢 只要抽完血打針呢 我都要禁十分鐘才止血的 哦 經過這個事情呢 我會發覺就是 我 就按著上帝 給我當時的能力 做到多少事情 就去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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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好愛你們 所以我來這個青少年營會支持你們 來看下你們 來探探你們 這樣 我想這個對周圍的人的激勵更大 那我想在這十幾年間呢 都很多人跟我們提供不同的療方 就是 都會說 什麼東西有效 什麼東西有效 這樣 那我想 我們一直在想著 在我們生命裡頭 我們怎樣能夠 告訴別人 神是很實在的呢 不是什麼都不做的 我們會 在我們有限的時間 要上班的嘛 即是不可以 我經常掛著 我打算我有個有病的老公 所以呢 我現在就有很多藉口 這些不做 那些不做 那都見到 無論是 他有沒有信仰 有沒有宗教人 都會是來到這個位子 他就會 好像 這件事 成為了 他一個最重要 人生裡面的目標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他身體好 和現長一點 是的 即是成為了他唯一的目標 那我們都問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去做呢 我們不是很樂於這樣去擺很多時間 去做很多不同的療程 或者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需要的時候呢 在我們時間許可 我們會做 那其他那些呢 就是交給神的 真的 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 在這個肉體上面 是的 所以你都支持他的 去 繼續去積極關懷身邊的 無論是青少年 或者他 教會裡面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些街坊 那 其實我不知道的 剛才你說的 條頸爛爛了 都是刑會那樣東西 你說很神跡地 三天康復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說的給我聽 就是說 那個聲帶那樣東西 是的 應該沒有記錯是第二次還是第一次做手術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做手術的時候 因為是做那個甲狀線 可以說是正常的情況下 就動到神經線 那麼那個聲帶呢 就不能夠 就是兩邊拍攝 只是動到一邊 動不到一邊 所以就發不了聲 即是啞走了 啞走了 啞走了半年 即是發不了聲半年 半年裡面 是他每一晚都會咳 咳醒的 即是不會睡到覺 是的 即是每一晚是咳醒之後 我們就站住 但其實是睡不到的 譬如你去快餐店那裡去吃東西 總之你一出街 去說話就聽不到的 即是唯有在家裡他講話才聽到 因為很小的 或者口型 還有他要去這個言語治療 要教他再發聲 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他又不練 你又不練 投訴你了 聽到嗎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有練的 為甚麼 其實要練習很多 你才用回聲音 要練很多啊 不夠啊 是啊 我練得不夠啊 他覺得 為甚麼我重新要學過這件事 講話而已 對 我都明白 但是又要做 去到那個言語治療 才知道 為甚麼你又讀不到 那些 即是經常都是這樣 這樣過了半年 其實他都講得對的 即是 為甚麼要重新學講話呢 即這個是 又不可以說很卡住我 只不過是 即是 怎樣練那個聲音 都是不動的 即是有 都有一些感覺 但我又不會完全放棄的 只不過 實際上是 就是整體的人 是比較疲一點 懶一點 但是呢 經過半年之後 都 上帝那種偉大的能力 都 奇妙到不得了 即 即醫生已經覺得說 過了半年聲帶 有一邊都不動呢 基本上是八九成 不會再動的 不會再動的 沒錯 是不會再動的 但是 突然間有一次 即是 再要再做手術了 那 每次那些手術 間這條頸的 就會再照多一次的 即是說 你這個聲帶 推進手術室之前 都是不動的了 即是等你不要賴 做完這個手術 弄傷它 是的 推出來 都是不動的 都是這樣的 正常的 即是我要清楚 是沒有動的 這樣 所以他就可以做手術了 按著那個聲帶有沒有動的 誰不知 在其中一次的手術之後 檢查完 做完手術 出來 連那位幫我檢查的醫生 因為是要擺一個 類似X肛那些 是 一條東西伸進去 是的 我都不記得做什麼 那就伸進去看 他突然間 他都說 你感謝你的神 即是整條聲帶是動的 他都叫你感謝你的神 他都叫你感謝你的神 他說是神祭 是他講的 是他講的 不是我們這樣 但我們知道他不是 即是他不是信耶穌 他完全不是信耶穌 我們很清楚知道他不是信耶穌 他都這樣說 當然是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之後這麼多年 尤其是再做電療 我的聲帶是越來越差的 包括現在口水少了 電到口水線差了 很簡單的 我平時這樣講一堂三十分鐘的道 我喉嚨都很辛苦的 我都要不斷喝水的 都謝謝你跟我們說這麼久 當然感恩 所以喝水就已經很好 謝謝 這樣 所以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去 盡量照顧自己 盡量去給自己 在一個的 能夠 在現階段有能力 可以工作 來到去 報答 或者這麼說 報答上帝 報答太太 那種的掛心 那種的努力 就是 以至到我不會太過 就是 就是覺得我 就是剛才你問我 我會不會 就是作為一個丈夫 照顧不到她 那我就 去 去盡力照顧自己 嗯 給太太都盡量放心 那就去 你可以說 某一個程度上的一個平衡 但是也都是 真是 就是 其實剛才阿維珠也提過就是 每一個人的生命就是這樣 差在你怎樣去 就是 積極去面對 是 怎樣去積極去告訴 四周圍人聽 神那個真實的存在 那麼你看到 其實在我們的身上 無論 太太 無論我自己 其實 在過程裏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 那種的 就是神的保守 神跡歧視 就是 在我們那個病患的過程裏面 未必有很多神跡出現的 其實 就是那些醫好病的神跡 我所說的 但是 我們會去看 他今天仍然有生命 是一個神跡 他在一些地方裏面 就是 他的人被改變 都是一個神跡 我們兩個的性格 就是 大家可能很多東西都很喜歡爭拗的時候 因為 在這個過程裏面 學習了很多的放下 那這些的改變 都是神跡來的 所以 對於我們來說 已經去求好 好 不是最重要的目標 因為 好不好 神不知道 還有 還有 如果 神說 好像保羅一樣 有一斤次 祈禱 神也是要 放在他的生命裡頭 如果今天 這個病 去成為了神的一個陰影 就是 能夠去彰影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的病 就不成為一個 很令到我們不知道怎樣自處的問題 某程度 我覺得 我們在這個 課題上面 都已經 應該 某程度 合格 但是 接下來 還有些什麼 要去學 不知道 但是 我相信 比起 我們不信耶穌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很多 大家又會為了病 怎樣去爭 要怎樣醫 吃得什麼 不吃得什麼 怎樣去計劃 但是 你看得到生命 原來你看通了它的時候 你發覺原來人掌握很少的時候 這樣就 很無謂了 就是你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 莫問過神跡是什麼 像你說的 看你為什麼 還是神跡每天都有 而 既然 神掌管這個生命 神要給什麼神跡在你身上發生 就是 藉著今集聽完之後 我都通了 就是 有什麼所謂呢 如果今天 你是突然說好完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話跟我們說 也不會點亮了身邊那麼多人 感動到那麼多人 也都 叫人可以這麼積極地走下去 所以我都希望 心機旁邊的聽眾 如果你有病 或者你的家屬有病 或者遇到一些困難 未必是病 好像走過下去 或者撐得很辛苦 為什麼要背得這麼辛苦呢 看看浩然他們多輕鬆 繼續跑半馬 是不是 接著 又繼續愛情長跑 但是不知道跑多久 如果能夠生命 是那麼美 那麼實在 又 何求呢 希望這個福氣 這個生命 有天堂福氣的把握 一個永生的盼望 主耶穌和你的同行 那種實在 希望心機旁邊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得到 謝謝你們 好 好 願主祝大家 誰曾應許 一生不片下我 每段擦路 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 與清草天正處 躺我 風中人為 比海灑更多 誰曾應許 天天看顧著我 早夜願有 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待 他走心裡 懼念落 那句路途 捐動像船鍋 因你是我主 我被難所 我盾牌 我時刻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隨時幫助 內外勇出生 贊助我高高 你永在我身旺 為你永遠送江河 隨你以外 不已靠別過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 或者想對信耶穌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很歡迎你 打電話來跟我們聊 我們的電話是 416-788-3322 三次 大人 年輕人 兩次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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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to create beauty But true beauties Are only found in him Life changes However, Jesus' love does not 盡自己的能力 去爱人 爱四周围身边的人 包括亲人 朋友弟兄姊妹 又希望尽我 有限制的能力里面 在教会里面 做好每一样的工作 做好我自己的侍奉 又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重要一件事就是 摒记自己不是上帝 不会霸了上帝的主权 去想 你只要我便什么事都没有 你帮助我解决病 又什么事都没有 我又未必会这么想 我只是 会去到尽自己 在一刻自己的情况 去做好自己 你又觉得神 现在这一刻 今天给了多少 你就尽 你的所能 在这一刻就活得好他 没错 这个就是你的态度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大家好 回来第二节的恩语和路人 今天请来一对朋友 是很开心的 他们来多人多来路过 就有苏浩然 和刘维珠 大家好 浩然和维珠 是我也认识了一段日子的朋友 如果有听上一节的听众就知道 浩然是一个很坚强的癌症斗士 已经超过10年了 有一只很特别的肿瘤 没什么可以做的肿瘤不如这么说 可以可以 只可以等他自己随时扩散一下 随时又停留一下 医生现在都没有你负的了 就莫问神何时拿走你 或者医你不医你 这个就对你来说 从来没有跟神有一个很重大的拗叫 没有 去来到卡在那里 没有 是不是就是这一件事 令到你活得这么乐观 最重的就是跑马拉松 听说你好像还要加马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所说的 就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和去爱人 爱人其实你都要去尽自己的能力 包括保持好自己的健康 你才有能力去爱人 也都保持好自己的健康 让别人不要担心 其实你不令别人担心 其实都是一个爱的表现 健康许可的就跑多一点 这个其实在我来说 都是一个尽自己的限制 做好自己的本分 去表达爱 表达关心的一个事情 那接下来尽力会跑多少 跳了一级 由10K跳到上半马 21K而已 喂 主 你听说你也会跑的 是 我也会跑的 但是是否一起跑的 为了各人不要这么担心 的时候呢 我就唯有落场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以他的身体状况不应该跑 就觉得他的心臟是不可以 热气烈运动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叫他不要跑 但医生给不给跑的 其实是没问题的 其实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绑着他了 让别人不要担心 没错 也都让我自己不要担心 他如果落场的话 是完全不是一个病人来的 他比很多人快 所以他陪着我跑 我跑得慢 那他不会心脏有事 又说负荷不了那些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完成了一件事 我想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就算你有自己的工作 你的家庭 其实仍然有你自己一些人生 应该可以有的目标 理想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生活里面 加添一些色彩 就是我很欣赏你们这件事 就是你们很互相欣赏的 就是在这个马拉松长跑 在你们继续的爱情长跑里面 你就赞赏先生 虽然有心脏起泊气跑得快 比你绑着你 看出来 但很坦白说 事实在这段婚姻的路里面 你是走得比她的一定 你要探陪她 工作上面 甚至经济上我相信 你要支持 所以做太太 真的不容易 你怎么自处 在这段时间 神其实她都很知道 我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所以结婚之前 我就去 不知道为什么 去一些刑会 又无端端播 很久以前的了 一个见证 就是叫永不止息 一对夫妇 结婚七天之后 丈夫就有被烟癌 后来没多久 丈夫就死了 距离我们结婚 应该不够一年 看完之后 我就哭到一只猪头 我说神 如果我是那个太太 结婚七天之后 就有事 我怎么面对 面对不了 没有想过 这些事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也没有想过 我去放下工作 然后去读神学 再回到我工作的医院里面 是跟她坐着十字车的 那个感受 由一个去帮别人的人 变成了病人的家属 还有在自己工作的环境里面 现在差不多年年 每一年都去很多次 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那个感受其实 都不是那么好的本身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神 让她成为我的丈夫 也是我的福气 我会这么说 神你真的多么好 你真的多么好 身陷冲 身陷的感觉 都得到 而你更照顾我 两一生 每段晚上路 是你自我这美好的天使 全身 我明天使 我明天使 是你自我这幸福的天使 相识相知 相拷留 爱你爱我 爱富相 我这世的生 我 憐憎憂 我不知道其他的丈夫會怎樣面對這樣的警方 但是她是相對比任何一個有病的人她都是樂觀 這個都是周圍她身邊的人的一個體驗 見證 她那種的樂觀在她每一次我們聽到不好的報告的時候 她都仍然很樂觀 就像她剛才說 她暈倒了 心臟停了 那是很大的事 即是死了 只不過有人急救 她醒了 她醒了之後就不能出院 她打電話給我 我也很記得 她打電話來的時候 她就說 剛才我的心臟停了 醫生救醒我 你拿點東西來 我現在要進醫院 這樣就收了錢 我就要去消化一下究竟她說什麼 後來有同學剛剛在那個病房那裡做護士 她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你先生很危急 我們整個病房的護士都在搶救她 她就是一個這麼沒事的人 幾大件事都好 有什麼令到你這麼淡定 其實我也有一個想法 當然每個人都會有死亡一天 在那一剎那開始直至到現在 我都有一個想法 其實總有一天都會發生 既然這樣 為甚麼不好好地 正面地積極地去面對呢 使到四周圍的 無論家人 無論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你在 在世的時候那種歡樂 好過憂憂愁愁 政治的東西 有時是反反復復的 人生有它 就必定蒙福 人生是萬變 但是耶穌的愛 是永遠不變 無論路途有幾年 人生有幾多的挑戰 我們都好樂意成為你的同路人 好 各位聽眾朋友 你們很歡迎收聽 《恩與同路人》這個節目 我是賈慶秋 今天請來了兩位遠道由香港而來的嘉賓 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 很久了 但又不會特別熟 因為太遠了 這次他們有些事來這裡做 遇到了 聊聊天 有些很特別的近況 所以我就邀請他們 不如上來 恩與同梁和大家聊天 他們的經歷 相信同心機旁邊 可能很多朋友 或者你們家人的經歷 你都會很有共鳴的 所以亦都是很貼切的同路人 請他們上來 先介紹他們 先在這裡很年輕的夫婦 和我都是那一代的 非常之年輕的 所以是 首先請蘇浩然 你好 你好 我是蘇浩然 沒錯 另外就有劉維珠 維珠 你好 他們兩個在香港都是做傳導的 傳導人夫婦 非常之年輕 他們都是我少有的朋友裡面 會玩馬拉松 這麼健康的活動的 精力非常之充沛 活寶貝的兩個 在他們的服侍的教會裡面 都接觸很多群體的 是 沒錯 年輕人 年輕人 小朋友 長者 積青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你都很忙 兩個在香港的時候都很忙 圍珠有時都還要去不同的周邊的地方 是 外邊的地方 要出旅程的去工作 是 非常之精力 滄沛 活潑 但是認識了浩然 特別是這位男士 都超過十年 在這段日子 大家聽到他很快樂 很好 健康 很積極生活 比我有時 積極過我 但想像不到他背後 已經患了癌症十年 一個很頑強的癌症鬥士 但是最近有什麼新消息 十年了 是不是已經康復了 最新的醫生的建議是怎樣 最新的醫生 我想這個名字 一個穩定地擴散的名字 穩定地擴散 穩定地在身體裡面存在 有什麼可以做現在 例如療程各樣東西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做 因為正如醫生都說 他真的是穩定的 又不想太過突然去搞動他 所以暫時有他存留在我的身體裡面 繼續跟他一起共存活 我很難得聽到一些 在死亡的邊緣掙扎了很多次 或者很多時候醫生都會在不同的階段 一會兒你會分享一下 可能有些時間他都會告訴你不樂觀 但是經常都看到你很樂觀 穩定地擴散 跟他共存 怎樣可以這麼積極地活動 還有現在你都只是很活躍 很積極地生活 這個也是今天我們在訪問裡跟大家聊天 聊聊他們兩夫婦的心路歷程 事實你最年輕力壯的時間 就在這裡跟這個癌症搏鬥 是 沒錯 那或者你先跟我們說一下 什麼時候開始 是不是一開始就知道有這個病 還是之前有些先少先的 其實就說回就是2001年 那我就因為有一次在學校裡面 學院裡面跟同學老師打球 暈了之後 暈了之後就去醫院做一些的 即檢查這樣 那到最後就發現了 那個心臟有問題 要裝心臟起薄器 那次其實都是死過回生的 都是做完那個checking 我心臟停頓了一段時間 停了呼吸 所有身體經能停了 失禁 救醒 拆醒之後 醫生要我裝心臟起薄器 在這個裝了心臟起薄器之後的覆診 發現了 左邊頸有一顆東西 那一次的心臟起薄器 醫生就很警醒 發覺那顆東西有點異樣 就立刻幫我很快 在一個星期裡就 把我放在專科那裡去檢查 在各樣的檢查裡面 又遇到一些好醫生 很精明的醫生 就找到原來是癌症 而且當時也是很罕有的癌症 但當時沒有告訴你 那個癌症是哪一期 或者是否很樂觀 不樂觀 會不會說治癒量很高 那時的消息是怎樣的 因為當時的情況 對於這一隻癌症 的掌握都不是那麼多 那一隻癌症可否解釋一下 是怎樣的 這個叫MEN2A 那就是應該叫做內分泌 裡面一些腫瘤 那變成醫生就沒有特別去 檢查到第幾期 或者他都沒有具體說給我聽 大概他就 安慰我 他說其實都 有些的都可以 耐滅到15年 那樣的 那就繼續幫我找出一些地方 要做手術的就做手術 要切割的就切割 這樣 15年 如果用那時候計算 現在大概是 都超過11年 現在就 就是 由發現開始到現在是11年 那如果要醫生那時候的估計 那就是還有幾年 為什麼你還可以這麼快樂 我不明白 你快樂過我 好像 是嗎 是呀 你真的這樣覺得 是呀 那就感謝主 那時候結婚了多久 那時候結婚了嗎 結了 是的 我們97年結婚 換句話說 2002年 就是大概結婚了4年多 結婚了年齡 4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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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新婚的 就是頭幾年都是叫做 很開心的 很甜蜜的 那 慧珠 就是聽到 還有你們很年輕 那時候有什麼感覺 因為呢 其實我們結婚了兩年 就已經蒙照了 叫我們去讀神學的了 那時候其實 我們已經 那個心態就是 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奉獻了 因為 因為本來 就是做到很美的新居 那沒有啦 我們要由幾百尺的地方 接著就搬去 百多尺的地方 裡面住 就是宿舍這樣 那時候覺得 都為了神奉獻了很多東西 那為什麼好像 就是 讀了兩年神學之後 神好像說 你奉獻未夠 還要再多些 那我就問神 究竟你是否要我先生的生命呢 連這件事 我都要奉獻給你呢 那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 是的 都有很多人的疑惑 就是信了神 一定祝福你的啦 還 那時候都算是很短時間 那幾年裡面 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大新聞 沒錯 在你的生命裡面 是很大的消息 亦都可以令人很沮喪的 因為 這麼年輕說真的 心臟起泊起泊 其實那時候 都不是說太過 就是在那時候的年紀來講 不流行這件事 嗯 那你都 去到最後那一刻 生命結束那一刻 那我想 尤其是我們知道我們的盼望 就是在天家可以再相見 那我想 這一刻既然遲早會來 既然這樣就積極去面對 那我想 上帝 耶穌基督他教導我們都是 就是 不要將一個憂憂愁愁愁的 就是 一個表情 去讓到其他人 就是覺得不開心 覺得生活這麼困難 上帝來 就給我 有這樣的能力 去每一天 只要打開眼睛 可以去洗臉起來 已經是一個恩典的時候 嗯 那就每一個人都可以去 積極面對人生 就是因為有這個病的時候 我們更加知道原來生命不是掌握 是自己手 所以我們 會保持著 在我們婚姻的生活裡面 要時時都去大家 去激勵大家 搞多些笑料 就是開心些 還有 就是給大家 有些共同的目標 在他40歲的時候 其實我跟他搞了一個 小型的生日派對 就是通常人家做大手 那些什麼70歲80歲 那些 那些 40歲就做了 那我下一個目標 希望我50歲 因為我不知道 不知道前面有多少 但是 大家一起去聚在一起 去見證著神 仍然保守 那我想 今天他活到今天 已經是 bonus 就是 是一個神跡 你沒有想過 那時候 醫生的訊息給你 不會說 十幾年 說這個病會是這樣 十幾年 十五 大概 可能有些人最長 但是短則 有沒有說什麼時候 他也是說 短則可能幾年 長則十五年 或者這樣說 他最具體的數字 說得出來是十五年 所以我就很深刻印象 十五年 對了 那你聽到數字 到現在 已經跑了十一二年 OK 那你 接下來 你怎樣自處 就是我想我比較簡單 應該這麼說 就是我仍然是堅持做好每日 就是阿咪每日做好自己 就已經是不想 或者是不需要想 是不需要想 將落 或者前面的日子怎樣走 不是說我自己 因為積極 或者是樂觀的性格 就給到我 是那種真真正正正心境裡面的平安 我深信不是我自己 就是 搞得到出來 不是我自己學得到出來 是真的要在這個困難裡面 這樣的經歷 所以我才真真地感受到 那份 什麼叫做真正的平安 就是 交託 倚靠上帝 你每一天 你就很 安然地去面對 那天的工作 希伯來書 六章十一十二節 都提過 就是我們就是要去 好好的不要躲爛 不要怠慢 去到積極 去到忍耐 還有堅持那份信心 去到跟隨上帝 就必定 好像前人 就是好像 我剛才提過那些 好好美好的見證 包括聖經裡面 所寫過的人物 包括我們 認識在現今世代的 就是 就是的 那種的平安喜樂 但是 現實在生活裡面 很多時候 你都是一個被照顧者 是 但是始終心裡面 會有時候都有一些 就是不開心 就是自己是這麼軟弱的 是 是 那當然有 那就是 心裡面 怎樣都是 就是有 有種有愧的心情 就是 就是為什麼不可以好好的照顧他呢 但是問題 就是我怎樣去處理呢 又要回去了 那就是我仍然要學習 或者聖經這樣教我 我就在我這個這樣的情境 情況 仍然在那個限制裡面 去做好自己 只要我不去 就是有愧於上帝 積極做好 那我想 就是 就是 太太都會明白 在香港 不在香港都好 我就在家裡 做好我自己 執好家 就是 等等這樣 哇 就是 執好家 那些太太是很喜歡的 除此之外 做些什麼 拿一些提示來講 就是湯水 那有時候 你說打撕的事情 我又想起 我都會有另一些人 就是一知道有病 還有都不知道日子是怎樣過的時候 是很積極打撕的 真是 但是就很積極這樣上網 看有什麼吃什麼做什麼打撕 不要太勞累 休息 保持開朗 去旅行 不是 我知道你繼續在這個工作場所裡 都很積極這樣 還跟青年人又打球 又跑馬拉松 好像都不太疼心 為什麼這樣呢 我想具體一點一個例子 就是當我做完電療之後 剛剛療程最後完了那天 距離我要參與另外一個青年的營會 相參與三天 我沒有記錯是三天 那我也想 整條頸爛了 但是真的很感恩 看到神的保守和神跡其事 那我有什麼辦法不去支持 這些青少年人的營會呢 今時今日呢 只要抽完血打針呢 我都要按十分鐘才止血 經過這個事情呢 我會發覺就是 我就按照上帝給我當時的能力 做到多少事情就去做 成功對未來仍然 深信主必定看顧 憑著傷 不便地傷身 原始他叫我這樣經過 尖往秒小一個 神明每天看顧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来这个青少年镜与点点栏目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个对周围的人的激励是更大的 我想在这十几年间都很多人和我们提供不同的了方 都会说什么有效 什么有效 我想我们一直在想在我们生命里头 我们怎样能够告诉大家神是很实在的 不是什么都不做的 我们会在我们有限的时间要上班的 我常常想着我有个有病的老公 所以我现在就有很多借口 这些不做那些不做 我们都会看到无论是有没有信仰有没有宗教的人 都会来到这个位置 他就会好像这件事成为了他一个最重要人生里面的目标 就是怎样可以令到他的身体好 还有延长一点 是的 成为了他唯一的目标 我们都问我们是否要这样去做呢 我们不是很乐于这样去放很多时间 去做很多不同的疗程 或者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需要的时候 在我们时间许何我们会做 其他那些就是交给神的 真的 面前 就有这个叫做MEN2A的一种特别的肿瘤 中间在这段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做什么化疗一些疗疗 还有现在去到这个阶段 事实你是看你前面是怎样 你望神怎样安排你前面 那中间其实这十年 十一年里面 其实都 我想大小小的手术都做了十一二次 所谓大手术都做了十一个小时的手术 短小的手术就大概做过两三个小时的手术 那电疗就做过一次一个的疗程 那就是第一就是 电到是就是 那条颈全部都烫了 就是烂浴那样 那喝水就好像吞玻璃那样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就是当时最深刻的经历 那这样 年年做这样做手术 大手术来的 这些是 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 那怎么过呢 年年去度假 年年去计算 年年去计算 到医院准备做手术 其实每一年都在 有一段时间 真的每一年都在想 今年要不要做的 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这样想 因为你计算到数 好像一年就会做一次的了 那但是其实 那些心又不想 那每天都会有祈祷的 那当然了 你事与愿违 你好像祈祷神又好像说 不行啊 都还是要做啊 那就是真的要 很多的里面要去祈祷 去求神 如何去接受这个事实 那还有每一次其实都是有个危险性的嘛 那他试过有一次是有病发症的时候呢 是可以很严重的 那次是没试过这么严重的 那么多次年以来 有整二十天在医院里面 因为那个儿状发炎 那他每一次呢 但是神有奇怪 在他身体上面呢 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啊 给你选择啊 或者怎么样 那他每一次病呢 都是好像没有其他东西的 你只可以依靠神 就是好像去那个儿状发炎的时候呢 医生都是没有药给他吃的 是说你要等那些指数自己跌下来 那就是没东西做啦 没东西做的时候 就唯有祈祷啦 就是这样啦 那这个过程里面也有肺水肿啊 那就是 每个二十天呢 是很痛苦的 还要是刚刚在我们 这个结婚周年纪念呢 是在里面 我们是要特意跟医生说 可不可以请假 但是其实他不能吃东西 这个病呢 唯一就是 特性就是 你不能吃东西 什么都不能吃 所以进了医院二十天呢 就是瘦身疗情啦 他就说 是的 OK 那在里面呢 我经历到就是 有一个事件啦 竟然有一个晚上呢 我在那个 很多人的病房里面呢 我遇到 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他整个人呢 就在那个病房 围着一张床 那个就是 她就来 就是她是瑞藝的 她的丈夫 哦 那 当时她整个人呢 是 就是 很凄凉的 因为好像 就是 求助无悶 她都不知道做些什么好 她都想找 就是传道人 但是很危急 她都没有想过 就是找谁 她突然间呢 看到我 在她眼前出现 在于 她的一家人来说呢 就好像 一个天使 她没有召唤我 但是神就好像叫了我去那样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心里面是很借的 就是因为 哎呀 我也不敢跟她说 其实我丈夫在另外一张床 嗯 但是她就告诉我 她的丈夫呢 就是那晚急症入院 那她也是有癌症啦 那就是 就是 很 很恶劣的啦 那我就为了她一家人去祈祷 那她 就是我想 在那个祈祷里面呢 我忘了说了些什么 但是她们 就是 其完好之后呢 她们的心里面 好像很得安慰 其实 在同时间 神都安慰了我 很奇怪 就是你自己 那么借的时候 你还要去安慰人 你怎么可以在里面 去安慰自己呢 那就是 神告诉我 你就算多软弱呢 原来 神都可以透过你去祝福其他人 但是同时间 他们一家人也祝福我 就是告诉我 其实 神呢 是挺眷顾每一个属他的儿女 嗯 我从他们的生命里面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就是神 叫我去用的一个工人 嘴我去看 就是神自己亲自 他知道他们的需要 然后叫我去碰到他们 那这些我能够说什么呢 不能够说任何说话 神是叫我看见 她是挺爱每一个 就是属她的人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释怀了 那 那当然后来她的丈夫都离世 但是 在这件事情上面 她整个家人 都很得安慰 嗯 那也都是神告诉我 她在那 我想这个信息也是很强烈 她在那 那你说 其他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都见到有些很坚强的 但是呢 同时间也都是很很辛苦 因为要靠自己嘛 自己是很有限的能力 能够去做到的东西是很少的 那你唯有撑住自己 那我们就是 其实人的软弱 里面 就是我们信神的人 就会看到 原来神是会一路去泵 泵一些气给你 然后呢 令你可以 今天 谢谢你 第二天 好像泵了气之后 你又有回力量 是我夜里欢乐孤歌 高唱中赞的我孤 只因是你 紧握我手 我便勇敢赴远方 你令我艰苦里 尽中赞露笑容 四人之中 引你迎见光亮 宇宙 宇宙即使崩溃 仍可可靠着你 迈向天家里飞翔 是我夜里欢乐孤歌 高唱中赞的我孤 尽管万有消失 尽管万有消失变改 永在我身上 尽管万有消失 浩然是一个很坚强的癌症斗士 已经超过十年了 有时候真的埋怨 你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的 没有的 不可以说得埋怨 我想是有一些 心情或者思想上的矛盾 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 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应该如何反应 回应 无论回应上帝 或者无论回应这个真实的生命 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我想就是 我们无论信神 或者无信仰的人 都是生命上有一些的困难 有病 有限制 那在于我自己有信仰来说 那我自己就会 就是 仍然坚持着一件事 就是 有限制地 在这个有限制地的情况里面 继续忠心侍奉神 那如何忠心侍奉神呢 那都是我就是 期望未来仍然可以坚持自己做得到的事 那包括就是 也算是很年轻有这个问题 是 没有多久 又说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癌症 是 是 那 就是比较难接受 如何看这个事情 这个神是 神有 就是很残忍的 很奇妙的 我想是 神呢 他预备了我们的心 就是 在我们 在一年前 应该是十个月前 未发生 就是知道有癌症之前 十个月前 我们有一个高班一些的一对群群 那他们呢 那 那个先生出来侍奉了 又是侍奉了很短 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发现有癌症 嗯 那 而他这十个月里面 一直 他是很严重的 真的 就是 医生都说他的生命是很短暂 可能 一年 但是他是很积极去侍奉 嗯 当我们要去看报告的 前一个礼拜 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 戴镜的时候呢 撞到他了 就是那些營会 是的 他撞到他的时候呢 他是去探刑 去探那些帝影子们 当时呢 他是在做化疗 整个头都干了 那他两对夫妇 在我们的面前 我觉得 神呢 在那一刻呢 好像 在回应着我们 我们都问 究竟是否真的有癌症呢 这样 但是呢 神呢 他给我们的答案呢 就不是说有没有 我觉得 神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 就算有也好 你看一下这两个人 这一对夫妇呢 他们的生命呢 仍然是那么坚强 那么勇敢去面对 今天 他能保守到 这一对的夫妇呢 同样都会保守我们 那 接着我就带着这个信息 我们就去见医生了 那医生就 确诊了 就是真的有癌症了 就算天 天空要踏下来 我也不需 敬怕 只因你 紧压 我的手 就算海 海水掩盖地球 我也不需要 敬怕 只因你 紧紧抱着我 为你 为你 也许 我 尝试 愈 尝试 可笑 但我 确认 我 得比 失更多 在 你 我有勇气 盼望 平安 雨 喜 我 只因你 你 爱我 我便有 更多 很多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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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里的一切事 情问哪 会有一种可靠我 想等的安全感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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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你 以我 再永远 盼望 尽美的家 留位置 靠近 先在问一问 你两个都是传道人 是 对于神 医不医一个病 或者神的恩典 是否医一个病 就是 特别多恩典 对某些人 怎样看 有些好像都很有贡献 那么年轻又拿走他 怎样 看这个问题 我想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特别 在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 生命本身 这个主权 就是上帝 那换句话说 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生命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都是上帝去刻意 去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去度身 订造 去设计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整个过程 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 你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你就借着这些事情去经历神 而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同样地 都令到你身边 隔离四周围的人 都看得到上帝 那我想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叫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里面 发生不同的事 不同的经历 而展现上帝自己的主权 和保守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我自己就有些不同 就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很记得有牧师跟我说 他说 就是人去拜神 就是吹得被控的 我们去信神 就不是为了避开灾难 而是我们是有了神之后 可以面对不同的境况 不同的灾难 那这个是给我一个好心 就是我那时是读中学的 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这个牧师所说的东西 那在我一直工作的里面 有机会在医院里面 都是服侍一些有癌病的小孩 看见他们很多的家庭 有不同的遭遇 就是有一些是 个妈妈一边就要照顾 个有癌病的子女 一边又要去另外一个病房 就轮到他先生都有了癌病 那我又见过有传道人 他的儿子很小 有血癌 那最后都是神 又取走了他的生命 那我在医院里面 见过很多信不信的人 原来这个病 好像都好像不能够逃避到的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病 你信不信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随时都会有机会 有不同的病 不是在我们掌握之内 但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 就是我们是否倚靠这个神 尝不尝试呢 就是在不同的境况里面 你都会 真的跟他连成一线 让他试下去帮下来 那如果 那好像你那样说 信不信都会 那条路是这样走的 那这个神 那要信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信他的重要性就是当你去经过每一样困难 包括是病或者不是病 你生命上都会有困难的时候 你都可以很安心去度过 很安慰地去度过 那而且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 神已经是安排了很多 就是对你有帮助的事情发生 包括有很多的朋友 弟兄姊妹 包括甚至是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原来在那一刻 神原来安排了去帮你的 包括好像我提过 就是有一个很精明的医生 帮我找出这个病 他都好像 那次是我很深刻印象 他好像 就是经过 见到我这种情况 看一下我的封信 因为我是转介过去 那么他看一下我的封信 他就好像有点皱皱眉头 那样 跟着就望下我 跟着就看下 嗯 我就是跟着这个病 那样 那么他就慢慢帮我 好细心 好仔细地 那样重新帮我 就是 就是重组一次的检查 再抽组织 啊 将些血 样板去 寄去不知哪里厌啊 就是很仔细地厌 那你看回的时候 你就看见 哦 原来就是你有没有病好 什么情况好 你信神不信神好 你就看见 原来一切都是上帝在那儿 刻意安排了 只不过 当时你未必知道 你照回转头你就看到了 我们的生命二线电话号码是 416-788-3322 浩然你刚才呢 就提到说 有很多东西都是上帝会刻意安排 都看到你在这个病的经历的过程里面 虽然神就没有安排 告诉你你一定好 那现在就只不过是每放月下 事实就可以这么说 嗯 不过很稳定地 每放月下 是 但是呢 你就经历到 在这个病的 在这十年里面 有很多安排 令到你很平安 很安然地过 是 令到你今天时候 我都想 一会会知道多些 想问你多些 怎样安排法 令到你可以 这么平和 这么安心 这么平安 也都真的很积极 在香港做很多东西 还跑了马拉松 一会我就会想问多些 但是呢 都想了解多些 你现在的近况 就是 你说时后就发现了 他们差不多都超过十年